小症 其實每個人身上都會發生 小症 而且呢在40歲以後的肌肉量 每10年開始下降8% 如果在70歲以上的長輩呢 基本上是每10年會下降15% 那其實每個人身上都會發生 其實肌少症啊跟骨質疏鬆一樣都是會慢慢退化的 而且啊它不是老年人的權利 其實每個人都已經開始在慢慢發生 尤其在27歲之後就已經慢慢一點一點的開始在退化 可是肌少症最重要的就是會導致我們下肢無力因而產生跌擋 這樣子的風險呢其實是非常危險 簡單來說呢如果肌肉量流失的越快呢 死亡率其實是越高的 什麼樣的運動可以預防肌少症 問得很好 為什麼呢我們就是要訓練下肢大肌肉 下肢大肌肉代表什麼 其實下肢的大肌肉是我們人體的第二個心臟 所以呢我們一定要強化下肢大腿臀部的肌肉 因而達到我們下肢的肌肉力量 強化之後呢就可以預防跌倒 因而讓我們的下肢強化 強化我們的第二個心臟 其實肌少症絕對不是老年人的專利 因為現在人的生活型態啊 存在的都是坐著上班 或是運動非常少 因此肌少症已經開始在年輕化 而且國劍署已經統計了 30歲到50歲的年輕人呢 已經產生核心肌群有45%的人 開始出現下降的現象 那就請跟著我們的治療師一起到一動吧 這四個運動可以預防肌少症 那民眾呢可以自行在家執行這四個活動 那第一個活動呢我們可以往上墊腳尖手往上拍 這是針對我們的小腿肌 那我們可以做十次 之後休息 然後我們做三到五組的動作 第二個動作呢 我們是要做礦外展的動作 我們可以先找一張穩定的椅子 或者是平衡比較好的民眾呢 我們可以直接站著獨立執行 那我們一樣也是十次為一組 做三到五組的動作 好 我們手可以稍微扶著椅子 好 身體保持直立 好 開始 一 二 三 四 我們做十次為一組 那我們可以交替做 左邊做完換右邊做 第三個動作是要訓練我們的寬伸直肌 一樣我們可以找一張穩定的椅子 或者是能力比較好的民眾可以獨立執行 那一樣我們十次為一組 做三到五組 好 我們手扶著椅子 好 開始 一 二 二 三 三 好 十次做完換腳 好 第四個動作 第四個動作我們要訓練我們的下肢的肌力 好 好 我們將腳打開與肩同寬 等一下做一個下蹲的動作 那下蹲的時候我們一起將手舉起來 一樣十次為一組 做三到五組 好 來 開始 一 起來的時候屁股夾 二 來 三 下去的時候肺打直肚子縮 屁股夾 四 好 休息